唱唱跳跳魅力四射 婆婆妈妈们带来的禁歌热舞 展现不输年轻人的活力 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许多长辈年纪越大 越不想运动 根据研究发现 如果银法族越不爱运动 越容易得到失智症 藉由这些跟地区的一些单位 做一些联合跟结盟 然后来让这个区域的 整个失智招呼 可以推向一个 失智友善社区的概念在进行 为了宣导正确的老年招呼 和失智招呼技巧 以进一步强化社区失智照顾能力 联合医院和平医院区 特别在中正健康服务中心一楼 附设门诊部 设立高龄记忆整合门诊 方便照顾社区的老人 早期的失智症 其实如果早期的筛选量表发现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药物 可以延缓它的恶化的 鼓励长者多走入人群 多学习一些社会的一些课程 9月是国际失智守护院 为了呼吁大众对失智症长辈的关怀 希望借着这项活动 再结合社区相关照护资源 要让失智者不再孤单 让家属不再无助 和平院区失智症相关系列活动 欢迎上官网查询 凯破大台北数学新闻张云飞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